为了响应政府情景家园 改造自己的里内 让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吉安里里长是将吉庆公园城社区 靠近基隆河岸的一小块空地 整理成让民众可以在树下乘凉的好地方 让不少的民众直说太棒了 吉安里空物空地很多 因此里长就将吉隆河旁的一块空地价里整理 并摆放回收的大理石桌椅 四周有榕树遮蔭 真的好惬意的感觉 那之前这边就是有很多的 废气的垃圾 包括之前这边 可能是一些修整房子建筑的一些 废气物 还有就是有废气的车辆 包括废气的机车 还有脚踏车 跟一些那个废气的沙滑家具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 就找志工来帮忙 把它做一个清理 当立志长说 这块地原本堆满废气物 有废气的机车 脚踏车 还有家具等等 堆满山也让市容景观 大打折扣 所以他就和志工一起整理这块地 将上头的废气物全都回收 然后将地平铺上水泥 放上大理石桌椅 这里找花朋友要来这开港 不错 不错 铺了一些水泥设施 然后我们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石桌石椅 那就是让夏天的时候民众可以来这边乘凉 那把也一方面把整个脏乱的那个一个地点 把它整个景观来做一个改善一个美化 那也增加我们民众的一个休憩的一个空间 里长说周边就刚好有几棵榕树 绿树成瘾的情况下 也让这里成为新的乘凉空间 才一者离好就里民先来吹风 里民就说里长用心将里内环境逐步改善 现在又整理一处空间 以后就可以和朋友三五成群来这里泡茶聊天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